算了 本寨主也不是不通情达理 我也是个怜香惜玉之人 一会儿来我的房间吧 你要知道的就是这个家闻啊 也对 这把破匕首也没什么稀奇的 不瞒你说 这上面的文辉 是我们瑜伽老祖宗留下来的家闻 除了我们瑜伽人 没人会用这个 既难看又难画的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上面是个鱼字啊 这可是我们瑜伽老祖宗 亲手制造的 虽然丑了一点 但是很有流传价值的 好不好 二十年前你生活在哪里啊 一直都在清泉寨吗 二十年前我哪记得 从我记得起 我就跟着我爹四处奔波 直到进了清泉寨 我们才定居于此 所以 清泉寨是你爹建的 对啊 你知道 这世界上有一种生物 叫灵族吗 传说这灵族 原本是住在天上的 传说这灵族 几千年前 从天而降 来跟人类抢地盘 从此以后呢 这个世界上 就多了一个很伟大的职业 叫寻猎师 灵族和人类大战几百年 几百个回合 凶猎师 把灵族打得落花流水 落荒而逃 躲在山里面 再也不敢出来了 但实际上 但实际上 我是骗你的 你看你那眼神 你是当真了吧 不会吧 你还真当真了是不是 这些都是我小的时候 我爹跟我说着玩的 所以你爹是训练师啊 什么训练师啊 那都是他骗钱的说法 你爹有没有带灵族回来过啊 那不记得了 你可以去问问二当家的 我爹做过什么事 他都知道 那你还知道些什么 是你到底想知道些什么 你为什么对我们家家文 这么感兴趣啊 没什么 我只是对训练师 比较感兴趣而已 你说说你 这么好的一个大好青年 你怎么还信这种迷信之说呢 我跟你说啊 这个世界上 根本就没有什么灵族 也没有什么训练师 我见过我爹训练 那都是跟我二爹 他们俩一起做的戏法 骗人钱的 你是不是也被人骗过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有人信灵族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怎么就走了 我说不信 感谢观看